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开始出现奶粉限购令 但你知道我要卖什么吗 我决定要进军澳大利亚 我要去卖鲫鱼汤 什么鲫鱼汤啊 花生猪脚啊 海带汤啊 我决定要进军 我以为你要卖奶牛呢 奶牛他们自己有不需要我卖 我决定我要反向私 我要卖奶妈 有人去开奶妈工厂 对对对 我的其实目标就是这样 就是你卖去给他们对不对 因为那边妈妈买不到奶粉 只好要喂母奶对不对 那他们就有需求要增加母奶的产量 所以我要把这些都卖给他们 你是不是觉得在这个凤凰 一直做这个主播做下去 这个前途呢 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那是你说的哦 以上对话不代表本人力 我怎么现在发现 很多凤凰的主持人 开始琢磨着惊点伤什么的 你要有多 一边做节目 一边想要攒钱 要攒钱 这个是可以做 怪不得那一天我就望脚 在录像看到有人卖鱼蛋 也蛮像凤凰某主播 有强法吗 对对 原来是这样子 你觉得女人毕竟还多条路啊 哪一条 哪一条路 我跟你说 你要我介绍吗 我的一些富豪朋友 整天就看着凤凰卫视 看着你们这些面孔啊 有的时候就问我 哎能不能介绍一下 可不可以请他吃顿饭啊 我想认识一下 那你从来没有 把我们介绍过啊 啊 我和你没给钱 我得有中介费啊 白就跟你们拉了线啊 可是如果你有中介费 你就会跟上之前 那个台湾那个 就是有那个明星的 那个就被抓起来 所以要以做一种 做善心的方式进行 哎 伟杰你这就不对了 我说的是正经事 你怎么扯到色情液了 你怎么这么喜欢 扯到色情液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 家慧 别听惨了 截然不同的事情 一方面在这个 在大陆 有这个外围女 这种现象 在台湾 在香港 都已经有爆出来了 有经纪人 有至少是二三线的明星 就直接的去卖银啊 跟这个老板 听说最贵的 听说上百万的 税一天了 上百万的 睡一个人啊 睡一个人 一个人 就陪你一天啊 上百万 甚至还更高 听说都有了 但是我跟你说的 不是这个事 我怎么觉得 你又理解成这个事 主题挑错 对不起 我跟你说的 就是我的朋友 都是正经人 他想认识 女主播 想跟 很好啊 多多益善啊 对不对 交朋友嘛 对啊 很多人别说 有的这个老板呢 他们心里 其实我觉得也有点 怎么说一种 很奇怪的一种事例 就是说 他觉得 最早 比较时髦找演员 找歌星 但是后来 我慢慢意识到 他们好像爱找女主播 女主持 似乎呢 在他们没文化的心里 他们觉得 你们比那些娱乐界人士啊 还层次高一点 我收回刚刚 我要去开尾店 以及卖鱼玩这件事情 刚那段剪掉不说了 没错 像发家 你也离不了我 全靠我了 大哥 不是你那些朋友 一定是看 日本的AV 看太多了 你怎么又想到 另一个圈儿去了 不是因为 日本AV 分很多分门别类嘛 其中一类就是 爱上女主播系列 对 是真的AV啊 不是那种电视剧 就是很下流的 就是一个女主播 然后穿得好好的 播新闻什么 然后呢 播着播着 后面就首先男人 出来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叔叔孙你看过了 没有 我那个听他的朋友们说 他们看太多了 你知道吗 你又看了 就觉得 女主播也是个出路 也是个那个 好玩的 我还听过更惊人的 对吧 就是说我的朋友里 还有那种 专门给那个 很高层次的人啊 就是你知道 有这个服务 就是按 就是正 他那个中医里边 有一个路数 就是正骨按摩 通过这个也能治病 对 他不光是一个骨科的问题 他通过这个 他能摸你的这个身体 给你调理经络 这么一个 就香港富豪 很多钱 请他去做一个小时 这就给你做 他跟我不错 你看人家这个专家 他就说 你们那有一个女主持 他不知道 我一直看他 他说几年前我发现 他怎么面摊了 一边脸面摊 他说这个面摊 有的时候 有些娱乐圈的明星 就面摊去找他去治 他说有时候 你自己不知道 你轻微的这个面摊 你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 我看你们那有个女主持 他面摊了 太惊人了吧 太可怕了 你知道是谁 好想知道 可以说吗 打死我都不会说了 让我开打 先打再说 等一下再说 你那些朋友 那个赶不上流行 香港前一阵子 发生一个江湖八卦 就说也是这样子 找按摩的 找按摩 然后呢 怎么讲呢 一些富豪朋友 富豪的人 以前喜欢找一些女的 做按摩 然后后来 当然做了其他的事 然后呢 后来他们呢 流传互相介绍 一个男的按摩师 怎么还啊 原来那个男的按摩师呢 就说他 哇 那个反正能够 让那个男富豪啊 享受前手未有的快乐 男按摩师 让男富豪享受快乐 对 然后呢 他刚开始 刚开始 当然不是这样说吗 那就是给他掰弯了吧 对啊 可能真的很好 对 他们那时候从来没想过 以为刚开始说 那个男的按摩师 就是做按摩嘛 而且给男的 非常那个 非常公开啊 非常安全嘛 对对对 所以还把那个男的按摩师 请去家里 老婆还坐在旁边看电视 隔着一个屏风什么 后来呢 他快乐得不得了 然后呢 就把那个男的按摩师 再推荐 介绍给他 其他男性的企业家朋友 结果现在这个男的按摩师 非常有钱啊 然后呢 那个圈子啊 企业家朋友 大家都变成说 也不能说百万啊 就是 不能说的秘密 就出来了 反正又开脱了生命里面 另外一个快乐的天国嘛 叔叔我们都一起在香港 我怎么都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发生呢 女的 其实当然了 男的才知道 男的怎么舒服 这就像女的也 也一样 但我们今天主题到底是什么 主题就是 有钱人的腐朽生活 我跟你说 也不都是这么 没好的事情 你知道出了大事了吗 每天都有大事 不然我们讲什么 我们首富出事了 首富出事了 不过宜宾首富啊 四川宜宾 一个集团的老总 号称宾首富 这个人叫张启英 还是张英启 好像张英启 你知道他这个问题啊 涉及到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绑架他的人 本身就是做生意破产了 欠下巨额的钱 于是你是首富啊 为了绑架他 据说他们就 就在他们的小区里住着 是吧 就盯了很久 然后在电梯里 用这个辣椒水 什么把它控制起来 弄到一个出租屋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勒索你一个亿 这一个亿呢 你当然你也不能 马上筹得到啊 可以放你出去 但他放你出去 怎么能放你出去呢 就是说2016年 三月份之前 你把这一个亿拿了就行 但是怎么能放你出去呢 好 这就 超狠的 你给大家说说 就是他们绑架他之后呢 就为了就要 让他信守承诺呢 就要求他杀了一个 按摩店的女孩子 就是徒手 要人家把他勒死 然后整个过程呢 还是摄像机把它拍下来 就是有最正确凿的意识 就要拿这个交换说 哎 你想告我也可以 那你就过世杀人嘛 你也是杀人罪 我觉得真的好狠呢 哎 嘉辉 你的抉择是什么 你比如这种情况 因为枪 自制手枪嘛 最后杀出50多发子弹 自制枪顶着你 把他勒死 你要不勒死他 就弄死你 哎 你觉得你会怎么办 很难的吧 像我胆子 这么小的人 他不用拿枪 我主动要求 大哥你放我出去 我留些证据给你 可是当然不能杀人嘛 假如是我的话会跟 假如你会怎么做呢 没有会跟他谈判啊 哎 我们好歹靠嘴巴的 对 跟他谈判 一句话没说完 邦就一下 不是 因为你要知道他的心理 他心理不是真的要我 代替他去杀人嘛 对不对 他3000块去湖南 找个杀手就行了 又杀人 对 他要留一个罪证 对 对 那我就说 能不能不杀人 强暴行吗 强暴又用你 强暴大哥自己来了 不过说其他的 打两巴吧 反正罪证 你重点是说 哎 拿个罪证 让我不敢去报你 我很多罪证啊 比方说你 我主动报一些 我的丑闻给你 你拿着我 我的罪证 我觉得还有 假如他为了 要这样要挟他的话 可能中间 有个谈判的空间嘛 可是我又觉得 莫名其妙首付 我看新闻好像有 多小个亿啊 三十多个亿的人民币 要四十一港币 干嘛又住小区啊 干嘛没有那个保镖啊 我觉得不可思议嘛 对首付警惕性太差了 对吧 对对对 假如我是他邻居 也会考虑 考虑保护 他还是考虑保护 他的安全 你要讲清楚 可能那般人 只是下手比较早而已 后面排队很多的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好了 好了 那就是 嘉惠在说说 你在首富山边住 没有我只是觉得 不可思议 住在没有保镖 香港的有钱人 别说首富了 至少全家三代都请保镖了 因为他的祖父祖母 都请了保镖 而且请外国的保镖来 我不太明白 内地的首富的心态 香港不容易绑票的 香港人太多 地方太小 你绑了放在什么地方 香港的绑票的 第一个犯案率很低 第二个破案率很高 都很容易抓到 所以先镇子 不是有个香港富豪被绑票吗 也一定要把案发现场 移到台湾才行 台湾经常发生这样事 你就说那个就是那个绑架是要 还挺先进来 那个绑匪要比特币 对 就用比特币来付这个赎金 就最后台湾警察 救到他的时候啊 你知道认不出他来 不知道他是那个 因为被打的脸脱行了 说是 真是我就管这话讲 打到那 阿妈都不认得了 对啊 那时候被打到就是淤血 然后又瘦啊什么 就是完全完全已经没有办法认出 到底是不知道救的 这到底是不是他了 而且你们那个 那个世界蛮好玩的 他们还强迫他 录像吧 给他小孩 对不对 老婆 读一封信 那我一边看他那一段路上一边笑 那封信就是写的 完全是台湾文艺腔啊 因为 因为那个富豪啊 我以前跟他认识嘛 他喜欢吃饭朋友聊天 是当厨师出身 大厨坤 对啊 南外号大厨坤 那讲话就 门嘴脏话嘛 基本上 可是读他公信 都是那个 想朗诵 对 台湾的文艺腔 入境谁俗嘛 财富是身外物 回家最重要 爱你 回家的感觉真好 很好笑 你不付钱呢 他们会把我凝职 凝职 我也想香港人年龄词两个字 怎么写都不太 所以绑他的人 基本上一定是台湾的了 跑 跑 跑不掉嘛 台湾文艺腔 台湾 台湾 致死不变的文艺腔 这后面还没有找到 要写文艺腔 要抖两地 你知道香港跟台湾 很有嫌疑 你又认识他 我们现在都是熟人 你真的 你觉得台湾人 是不是有点烂情啊 我觉得台湾人 这个情 就是 他们特爱说一些 这种特别文艺腔 包括那个黑帮老大 那前一阵 那个出来 在监狱里 绑架了狱长 最后六个人 自己都自杀了 就好像通过喇叭 对外讲话 讲的也都像是作文一样 就是 我们小时候作文练习 也特别的好 为什么 是不是徐志摩 跟你们一块过去 是别的 另外一个 白话文运动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 台湾的语言上面 用词本来就是 比较柔一点的 所以在你们听起来 觉得好像比较文一番 但我们听起来 就是很正常 所以我也不会 那表示你不正常 我告诉你 台湾的文艺腔 文韬 要在哪里看到呢 你看台湾 友台 某台的 气象报告 他们文艺腔 烂情到气象报告 一个女的 看起来非常温文 我以前播过气象 你来挑战一下 他讲什么 他是这样报道 各位啊 过两天就很冷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带雨伞 这是这样来报告气象 对啊 气象就是要这样 它的语气 你学现 你当时怎么办 就比如说早上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出我们觉得天气 好像比较冷一点 没错 因为今天冷气才来报道 然后就要解释一下 这个卫星云图讲一讲 所以今天出门要特别带什么 后面要拿一把雨伞 要记得翻载 我怎么青年那么想给钱呢 来请打到我这边上 我们这个微信支付就可以付了 那个其实我觉得是 台湾讲话的喜欢贴近一点 就是我们比较讲人情味 喜欢就是 好像跟你很亲近的感觉 所以你刚说那些 我没有觉得文艺朋友 就觉得他要表现出 我跟你很亲近 好像隔壁姐姐跟你说 今天天气冷要加衣服 我头一回去台湾 我就看了一天 那个台湾电视 我觉得我的新闻 好像说啊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 我说这个新闻可以这么写的 就说一个人的追悼会 好像是跟他有绯闻的一个男的 也出席了 他追悼会 然后旁边那个 新闻解说 你知道怎么写 就说这个男的 紧握双全 压抑不住内心的悲伤 我说怎么可以这么写的 对对 有时候就 因为台湾因为SNG太多了 然后每次你就要 这个依照画面讲话 然后导播没有说你停 不可以停嘛 所以你就要开始不断讲解现场 就比如说 你都在哭 现在他双眼闭着 今天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衣服 这件衣服到底是不是 女主角喜欢的牌子呢 你看他现在低下双眼 深深的呼吸 台湾主播的记者的连线 都是这样练出来的 练到就是一种 我们自己在脑中里面 发展的一个新闻故事 非常的完整 但可能跟现实是没有相同的 伟杰学的不像 因为你太讲的太慢 太平和 台湾的电视新闻 再夸张一点 对我来说 有几个不解之谜嘛 第一个是说 不管什么年龄的女主播 都要你穿迷你裙 就觉得非常奇怪 烟雾性 烟雾度非常高 都站在那边 然后讲话非常快 对不对 然后第三 非常坚坑的声音 很高昂的声音 高康的声音 第四个 完全是长芝麻绿豆的新闻 完全在七点钟的新闻 完全就爆那种消费抱怨的 豆先生 台中的豆先生 买了一台手机 居然发现原来后面好像有被用过的 然后就去访问那个电东老板 晚上七点的新闻 对对 完全消费版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我最近研究网络吗 不是 你知道我现在发现一个 你都想不到这个点击量之高 现在网络上最火的 你以为是什么 什么抗戏来了 都爆了 你这个现在最火的是什么 什么 网络女主播 对啊 陪聊啊 你看过吗 有啊 吃饭啊 哎呦 这个我觉得太有意思 因为先是一个人跟我讲 他说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人们喜欢看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火 可是我一看 我就看了两个小时啊 我觉得挺好看 讲什么到底是什么 我跟你说 不用讲什么问题是 对 就是一个漂亮美眉 他多窗口 就是你只能在电脑上 他前他这一个一个麦吧 一个摄像头 他就这么坐着 然后但是他是互动的 就是那个跟帖啊 就旁边的窗口 就人们可以说 有的说的特脏 有的是我想干你啊 就那么就可以啊 但是呢 他还会有什么呢 比如我送你一辆 阿斯顿马丁 就出来那么一个logo 那个可能是要拿钱买的 对对对 你要拿比如几十块钱 我送你一个房子 哎 然后他就会 谢谢马家辉先生 送了一个房子啊 然后我就讲话 他会讲话 不仅是 他是打扮的 打扮怎么样 就是性感的吗 清纯可爱 也有的露个勾啊 什么的 但也不是脱光 但有的时候 他会甚至会怎么样啊 我觉得也算一种真人秀 就是不好意思 我去那个 去一趟洗手间 什么咪咪啊 一下 他就走了 他走了过一会 他又回来 他最多的动作 我觉得女的 怎么那么爱撩头发啊 就是 有时候半天不说话啊 就是 他很爱撩头发 所以你这样讲 我觉得 至少表演吃饭的 还算敬业 他至少做一些动作 聊头发 这算比较不敬业 而且有的时候满足人的头亏欲 我那天发现 就是出现了俩窗口 俩窗口 一个东北哥们 大概就是 他也让你拨出来 他在自己的宿舍里 就跟这个女的 就聊天 家胡说八道 反正就是 哎 你到我这来啊 我都订了好多酒啊 你不来 我全退了 你信不信呢 就是 哎 这俩人家 大哥 你开玩笑呢 真了 真好看 我觉得 我准备投身 我跟你说 你也要帮我们 要猜一个专门的账号吗 比枪枪三十行 好看太多 而且不用看资料 不用搞这个 不会 你不用羞辱我们 咱们俩 咱们俩都哭了 他准备这么多资料 真的 我们开个聊天 我跟你说 甩了凤凰卫视 我跟你说 绝对的 没问题 你负责那个什么 吃饭吃面 卖骚啊 这种 我 我 你负责聊天 我负责挑逗 跟订酒 跟订酒 对 那我干嘛 我不能加 你负责收钱 你负责送阿斯顿马丁 因为一块血要造 要有拖 要有拖 可是我 这种会比大葡达小山好看 我每天看大葡达小山 我以为那才是最好看 我们真人秀 有时候可以把你老婆找来 打他一下 这样更火了 不要打我 没有 大葡达小山 不能击打不拖的 一定 所以 王老师都是重口味的 王老师都一定要拖的 这个老男人 他现在天天在家里晚上 就看那个YouTube 他最爱看的就是 大葡达小山 全国各地的 他就发现普遍的规律 女人 我要问你呢 为什么大葡达小山 要把衣服扒光 我个人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女生 对于肢体的接触 光从打篮球看 你看女生打篮球 男生打篮球 架架拐着 没有女生都是抓头发 对对对 挂在 我觉得这是一个女孩子 打架技巧的问题 可能就是练习的 我真觉得这点 我很不理解 我看所有的女的打架 就没弄了 他怎么都光了 怎么就喜欢 光光了 去广告 枪枪三人情 网络 不是 网络女主播 广告之后见 就你可以点人的 你就出来好多女的 韦杰啊 又婷啊 你想点一个 怕你一点 韦杰 那你却付钱才看到 我就在播 不用付钱 他就是free 但是你如果要送 比如说 今天你想要女主播 在这边广播你的生意 你就送她Austin Martin 或者是送她宝马 送我的书可以吗 不行 可以啊 你试试看看她收不收 但它其实是一个代币 它后面你不是真的送 你一定是买点书 然后送 也是有个游戏的概念 然后很多的 其实他们很多 有些红的女主播 赚的都比我们还多 哎呦 你就说赚的 说是月入百万 哇 月入百万 来我们明天赶快开一个吧 待会下节目马上来开一个 对我说 嗨 真的 OK我们双窗 我们双框 真的你天天播新闻 我觉得有什么必要 看这个 不需要任何知识 不需要任何 甚至不说话都行 这些屌丝 他就这么看见你啊 这个很好玩啊 回去马上练习 一百种剥头发的方法 对对 主要我发现主要就是剥头发 但是我觉得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佳辉 为什么我也一看 看俩钟头呢 这是偷窥吧 不亏就是你看那些人 跟他说什么话 这个有意思 蛮好看的 我光是听了我就 对 刚刚有手机 一天想记下来是哪一个账号 因为我们看不同的东西 都有不同心态 看这种不妨碍 你看史记 对不对 不妨碍你看那个 不妨碍 梁起操 你是用另外一种心态看 这种就是让你脑袋放空 甚至你取笑那些人 怎么那么傻 怎么送这些东西 那因为只是看跟玩是两回事 假如你问说 那为什么会有人会玩 会花钱 那些什么送这个送那个 那就是另外一种心态 你能够控制那个女主播 我们从小看电视 看到那个女主播 坦白讲 我们也是会心动的 可是我们从来不可能 跟她有互动的机会 心动不能行动 对啊 所以这些网络提供 你可以行动的 现在可以送车 对可以送车 还可以送书 可以调戏 对不对 我们平常看娱乐版 看到哪些富豪 有多少的富豪的老婆 都是女主播 女记者 被人家访问完之后 就感觉 哎呀 被访问是很有杀伤力的一种事情 你好像要掏空自己的事情 告诉你 被你访问完三个钟头 我会感觉爱上你的 因为觉得你最了解我 全世界都不了解我 只有你追女儿 那你会买粉红蓝钻出来 粉钻出来送吗 我告诉你 你要什么 我给什么 假如我买得起 乌鸣熊送给他的女儿 对 女儿 女儿 对啊 所以那个 那个我们从小看娱乐版 人家富豪可以玩这种游戏 没我们份 那现在网络 让我们这样偷窥一下 也是不错 买不到这么贵 怎么没有几亿的 买个几千块网络代币 也算是一颗钻石吗 至少一个logo 这么贵吗 是吗 应该也要吧 我觉得也没有便宜 他马上算一算 折算应该也是贵的 嗯 你了解过这个行业 我告诉你 真的还有人问过我 说要不要去参加 然后我想说 我好歹堂堂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现在有点后悔 你刚讲完上百万 现在有点小后悔感觉了 自己自己把自己 自断深入 太当回事了 你知道吗 我也想想这个 觉得自己凤凰卫视主持人 什么呀 凤凰给你多少钱 你但是你去弄这个 对吧 而且你这个口音好 现在那的口音 全是台湾 我发现现在好多人 现在怎么现在北京女孩 我怎么听说 我说你怎么都是 听不出来 现在北京女孩 能说得一口熟练的 你们这样的台湾口音 后来他会说怎么来的 哎 就是康熙来了 这种节目 孕育出来的 但什么时候就会 这个破功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就被认出来 吵架的时候 嗯 对 只要 只要测验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讲台湾 想跟他吵架 就立马会露出自己的本性 就出来了 是吗 下次可以试试看 真的吗 真的 我这个就是台湾口音 我现在已经习惯于 就是说对台湾口音 还有一个印象 就是我一接到 不认识的电话 听到是台湾口音 一定是骗的 一定是骗的 都是台湾打来 对 都是台湾 那为什么呢 会多少钱 到哪 都是台湾口音 为什么 因为我们 其实因为我们相信 雪花唇生 降薪营造